人口平均最年轻的新竹市是一座有丰富历史古城 在旧城区有许多传承树袋人的老店铺 新竹市政府今年于交到跨领域设计科学中心合作 即将举办一系列老铺子新鲜人新竹设计营 邀请年轻朋友一起来参加 思考创新与传统以及在地发展的议题 我们的稳定就业跟创新就业是一项我们对青年就业服务的两大主轴 在暑假期间我们会办理20场次的一个创作工作坊 工作坊在最终部分我们会办理一个30小时的一个设计营创客中的一个活动 我想最重要就是把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创意设计的理念带入到我们的旧城区 让我们旧城区的一个各行各业能够再有新的活力的注入 那也让整个我们龙井在线把青年人跟在地做个结合 整个活动将实际走入老店 走入像是在地90年传承世代人的红安堂 或是专卖南北杂货的三信行 透过互动与实际体验 让青年不仅能了解创业与就业的实际问题 也能更加了解在地的历史 我觉得说其实刚刚听到讲有关社会设计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说时代在改变 那我们也要做出一些改变 我觉得说最主要是在这里 像包装上 或者是说像是我们有一些产品的话 做一些改变 不要说像比较传统的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做这次的活动 其实希望就是让社会跟设计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在这次中呢 我们其实希望透过设计的手段 设计作为一种工具 有平面设计 有商品设计 有展示设计 甚至到空间的设计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学员们实际的走路这些老店家 跟这些老店家的这些老板们一起讨论 然后并且了解他们的真实的需求 最后透过设计的方法 得到这个最后展出的成果 并且应用在真实应用在这些老店家之中 近年来青年创业与文算产业的兴起 打开了新的市场 在地的老铺子与充满历史的老街 也正面临转型的现实 设计营邀请青年与老店一起沟通 希望双方并出新的火花 创造双赢的局面 海阜新竹陈瑞宇红 上网报道